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说 生了宝宝之后 体力跟健康都大不如从前了 我们如何能够在怀孕之前 把我们的身体调到最健康的状况 而在怀孕的过程当中 造成生活品质负面的影响降到最低 今天在节目当中 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了 健康教育中心负责人 吴宝芬 吴老师来教教我们 如何能够调养我们的身体 到最健康的状况 让我们能够生一个身心健康的宝宝出来 来欢迎我们的吴宝芬 吴老师你好 大家好 来 吴老师先想问一下 好啊 就是像最近来讲 我是以前会觉得说 年轻的时候好像 怀孕好像很简单 很简单 对啊 怎么生怎么有 近几年来 好像大家要怀孕好像真的很难 就是都有这种叫做不孕症的状况 什么才叫做不孕症 很简单 如果这两个人在一起 我们先不要讲他们结婚 一对正常男女在一起 如果他一年以内 没有采取任何的避孕措施 可是一年以后 没有叫成绩单的话 这个叫做不孕症 这个就叫不孕症 就一年对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在台湾来看 不孕症的比例 有18% 跟公文人员那个薪水 那个利息一样 18%这么高 可能还会更高吧 对 因为我旁边听到的好像 应该超过了50% 不然因为我们旁边的朋友都 都已经快40岁了 其实有一点 就是大家会觉得 不孕症跟年龄有很大的关系 年纪大了 高龄产妇可能会生不出来 其实这个问题 不是因为年龄的关系 真的 对 所以大家会觉得不孕的定义 很简单 就是一年之内 如果没有任何避孕措施 生不出小孩 我们就叫做不孕症 那造成不孕症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这样好不好 我自己从事医学工作30几年 我觉得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的压力 所以你会发现 对我们到医院去检查 很多报告都是正常的 可是小孩这么出来怎么办 那这个问题是来自于压力 我们可以看现在的人 我们在身边 跟爸妈相处的时间变得很长 我们不像以前15岁 他就当妈妈 30岁也当阿嬷 现在30岁可能还没结婚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我们承受社会上的压力很多 生活压力很多 放不松的时候 其实要受孕 它是很困难的 我觉得这是整个大环境的问题 所以说因为我们在节目中 常常介绍很多的病症 对 现在在讲说 最大的东西就是来自于压力 对啊 可是压力又是最无形的 最无形的 所以说就是真的是压力造成 因为像我舅舅他们 是 以前也是就是他们结了婚以后 七年 七年 都没有办法生小孩 是 然后试了很多的方法 是 那去医院检查 其实两个都没有问题 都没问题 对 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那 他们是 也是双新家庭 是 都很忙 后来就是 我的舅妈她就把工作辞掉 辞掉了 然后他们就出国去玩 是 马上就 玩出人命来了 就玩 对 是 所以说真的就是压力 对 有没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道听途说 就有人讲 就是说 有些男生跟女生 他们就是跟别人的话 他们都可以怀孕 可是就他们两个 就比如说金子跟卵子 是互相会盘 对不对 对 互相会残害 那个叫什么 金子 卵子 什么 对 排斥 真的有这种吗 还好大部分的女人 对男人都是很有包容性的 可是你说金子跟卵子之间 在结合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有所谓的排斥 有一种情况就是 被强暴的妇女 她会很排斥 那个感觉是受恐惧的 被压迫的情况之下 她就会想办法抗拒 不要去怀孕 所以你看 就人体自己 自己会有这种 对 一种排斥 所以这个排斥是出于 她当时的情境 好 OK 假如这对夫妻 自己的感情很不好 那如果她男生 也是硬要让太太 生个孩子的话 是不是也会有 相同类似的状况出现 所以我们应该不要讲 不孕症 只是生理上 你的卵子 有没有每个月排卵 金子数量有多少 活动力强不强 不是只有看这个 要看两个人的情感 所以我常会跟别人说 你讲到不孕的问题 先探讨一下 你们俩要不要继续走下去 要不要继续过日子 如果你们俩没有 这样的共识 只是为了长辈说 你们还不生 还不生 这样的情况之下 怎么可能生得出来呢 对不对 所以说其实 排除了这个心理之外 对啊 那有一些朋友就是说 其实去看了医生 然后医生也告诉他们 要怎么做 然后他们就要 照表操课 对不对 比如说一早起来 一量体温 今天体温输身了 快 快 老婆你赶快回来 你要请假赶快回来 然后就是为了做功课 而做功课 那像这样子 是不是怀孕的激励 其实也不是很高呢 其实在我的医学工作里面 不要怎样只有讲不孕的问题 就像我们在医院里头 我做肿瘤治疗的工作 我们是肿瘤科 专门治疗癌症 就好像 你要强迫病人接受你的计划 他要从手术完 做化疗 化疗 做完之后做电疗 电疗做完再吃标靶用药 可是病人他能不能接受 不知道 假如说今天女生在今天排卵日 一量体温 今天是好日子 你赶快回来帮忙播种的话 这个男生会处于一种什么情况 糟糕 我回来要做什么工作 我回来要配个什么事情 万一两个人急匆匆的回来 有了非常大的期待 可是没有结果 这个压力更大 所以我常常告诉学生 假如在健康的管理 我们今天不要讲不孕 整个健康的管理 能不能够顺其自然 可不可以随时都可以 按照随性的方式 去顺其自然 今天病人如果他跟你说 我不想治疗癌症 我要放弃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要尊重他 因为他有他的选择 你不要说 我是医生 你要听我的话 那假如说病人今天 对夫妻 他们刚好是 今天最好的时间是怀孕 可是两个人都很忙 他今天都很累 是两个人刚吵完架 只剩他们要拿刀子互捅 那这个情况之下就要回来 要做什么呢 所以我想这个情形之下 应该是把这些 科学数据的问题 我们先放在旁边 因为人性 不是用科学数据 去衡量一切 所以可不可以让两个人 心情都放松一点 情绪好一点 体力要好一点 这个才是 生孩子成功的关键 所以其实会变成 要夫妻两个的心都要一致 而且都是要非常的积极 如果说是老婆很积极 老公就会觉得 敲边鼓都放有用的 那就是说 如果说是照表操课的话 那更糟糕 那如果说 女方是很积极 但是老公也 很愿意积极的配合 成功率可能就会高很多 所以我们今天讲 念念念 所谓的念力 能不能让事情成真 可以 我们今天想说 这个人的愿望 为什么会成真 他会朝他的方向去努力 加足很多外在的力量 还有他内在的努力 就像一个病人 他放弃治疗 他不想活了 那我们给他再好的治疗 可能都没有用 那假如这两个夫妻 他的同理心是一样的 我们要有个宝宝 我们需要有个新的家庭模式 两个都很同心 他才会同理 同理才会有很圆满的结果 因为我有个艺人朋友 他在讲说 他们怀孕的过程就很好笑 就他们两个都很想怀孕 然后他们就常常 他们也是照表操科这样 那当然男生会比较累 然后后来也不沉 然后之后就听了一些偏方 就说要喝什么大蒜酒 男生会强壮什么的 然后后来就男生也喝了 然后当然在那个过程当中 老婆快疯了 因为一口大蒜味 味道很恐怖 然后后来老婆就戴着口罩 然后就很好笑 然后他们在过程当中 其实因为这样又觉得很好笑 很好笑过程当中 又觉得很愉快 然后他居然喝了以后 三个礼拜之后 他就怀孕了 就去咽了以后他就怀孕了 就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讲了蛮好笑的 可是问题是 是两个人都一致的 所以他从笑剧变成喜剧 他觉得本来这个做法 蛮驴的 蛮好笑的 因为他觉得这个做法 好像是这种偏方 也许他不是这么正确 其实大蒜酒 为什么还有好处 它可以帮助男生 精子的活动变强 我要郑重解释 这不是个偏方 因为大蒜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是精子跑得很快的关键 这个字我们叫Selena 它在人的身体里面 有好几个功能 其中有一个功能 就是帮助男生的精子 跑得快 因为男生的精子 在女生的体内 也可以活72小时 他不是7-11全年无休 可是他可以活72小时 那也很多 那这个精子呢 有的就边左边弯 就死在路上了 是不是 还没有到目的地 他就休息了 这不就很惨吗 那女生的卵子 只能等一天24小时 所以女生是高高在上的 这是没有错的 所以男生的精子 如果他这一群精子 虽然数量都足够 可是他走得太慢了 就差这么一步的情况之下 我们怎么去鞭策他 所以含有锡的东西 会帮助男生精子活动力变强 还有一个增加摄护线的功能 因此它会增强整个摄护线 精液精子的品质 但是对我们一般正常人 我要讲清楚 我们看这个节目的人 不是只有卫生孩子吗 对不对 如果今天有足够的锡 我们的心臟会变得很强壮 真的 免疫力会变得很和谐 所以锡这个东西 从民国92年 全世界发生了SARS以后 卫生素把它列为人体必要的营养元素 很重要 每天需要补强它 然后如果我们一个人身上 有了足够的锡 我们的抵抗力就会变得比较平均 不要只有某一个部分是很强化的 因为免疫力是个和谐的现象 再一个就是说 假如病人身上有任何的病原体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癌症病人最怕癌细胞扩散 如果他体内有足够的锡 他扩散的速度就会被控制 还有不是只有癌症 我们身上有很多病原体 病毒 细菌 黴菌 低虫 等等等等的病原体 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锡 他会控制它 扩散繁殖跟复制的速度 所以我要讲 不是只有大蒜有锡 我们顺便广告一下这个锡 因为它不是只有对怀孕有好处 我们一个人抵抗力要好 所有吃起来味道怪怪的东西 味道很刺激的东西 全部都有锡 所以你告诉你那个艺人朋友 下次不要傻傻的 只有吃大蒜酒 吃辣椒也可以 辣椒也有 姜也有 对 还有呢 你看 口味 洋葱也算 这样嘴巴会臭的啦 不仅仅要臭 有味道很强的 强的 很刺激的 比如说芭蕾 咖喱嘛 比如说你吃鱼丸烫 购丸烫 你会放什么菜呢 芹菜 还有香菜 香菜 还有你去吃烤羊肉串 人家撒了什么粉给你呢 那个叫芝兰是不是 芝兰 或者是黑胡椒 对不对 还有我们去吃蝴米爽 加了辣椒酱 或者我们去吃意大利菜 它给你罗勒叶 其实罗勒叶就是九层塔 就是九层塔 台湾话说高湛塔 对不对 还有外省人我们吃腊肉 腌的那个茴香 八角这些卤味 还有火锅 今天天气很冷了 对不对 我们要吃火锅 有个汤底叫做香茅 对不对 是 香茅火锅 是 还有冲菜 香春 你看这么多 这么多摆在面前 一定会挑到你爱吃的东西 难怪我的身体其实到现在还耐操 这些东西都是我爱吃的 而且香春 从小吃到大 家门口就一棵香春树 你们家有香春树 是啊 那太好了 所以说其实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吃素的话 你就自己选择 对 有一些像大蒜这些你们不能吃的 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对 是可以选择的 对 好多可以选择 今天真的又学到了 待会儿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请我们这个吴宝芬老师告诉我们 如何才能够成功的受孕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再问一下吴老师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成功的怀孕呢 第一个事情最重要也最简单 睡饱再说 睡饱再说 因为一个人输压 你会说他是无形的问题 没有错 我们有多少的压力指数 两血压 两眼压 两脊髓的压力 这是压力 可是人的外在压力 比如说要扛收视率是压力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在学校做功课是压力 但是压力要怎么去释放它 有个很重要的关键 人的身上有疏压的管道是来自于睡眠这个过程 人在睡得很饱的时候 我们会产生一个很可以疏压的东西 叫做退黑激素 它在人的大脑里面从松果体制造出来 当你能够睡着 能够睡得很好 可能时间没办法很长 没关系 可是你睡得很够 退黑激素分泌出来之后 它就会指挥身上所有的荷尔蒙 全部很平衡 所以我们经常会讲 不愿的病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荷尔蒙失调 这句话我们常听到 常常这么说 对 而且我看你们很多艺人很辛苦 忙到后来哇 惨了 停筋了 对 或者皮肤变得很糟 对 然后上妆很困难 或者是痘痘很多 出油很厉害 这些情形我们都叫做荷尔蒙失调 但是我再举个更直接的例子 假如这个男生的体内荷尔蒙失调的结果是 睾丸素酮太少 睾丸素酮太少 他的性能力就会有影响 精子的活动力又变得很差 再举个更简单的例子 假如一个人体内的胰岛素太少 也是荷尔蒙嘛 对不对 这时候就变成血糖太高 你看 所以那么多的糖尿病病患 我们想办法给他吃药 其实如果一个人他能够睡得很饱 他把源头解决了 后面问题就会很顺遂 而且人一睡饱的时候 心情就会变得很好 就会变得很棒 什么事情就觉得可以商量的 集中记忆力的问题 体力会比较好 所以两个人应该是先睡够了 睡饱了 你再来想想看 今天有没有那个力气 有那个心情 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去生一个很适适当当的小孩 那所谓的这种褪黑激素 现在也有用吃的 有哦 这种吃的褪黑激素也OK吗 我觉得不OK 不OK 对不起 我要先提出不OK的理由 它是人的大脑 松果体制造出来的 松果体在大脑的深部 只有一个碗豆这么大 很小哦 它制造褪黑激素 那如果有的人 褪黑激素分泌不足的时候 会产生失眠 是 它会焦虑 对 然后变成身体很能放松 很难 然后甚至于包括 很早的衰老 包括得癌症 一个人情绪快不快乐 跟他体内褪黑激素的含量 有关系 可是如果现在 失眠上有这个东西 我们一般是3MG 就是3mini 这种剂量对我们来讲 是安全的 是 但是有个重点 有没有人 吃的推薦激素 是人的大脑 提炼出来的呢 不可能吧 不可能 如果有 我看你也不出位 对啊 很可怕 对啊 对不敢忙 从活人的大脑里面 提炼出来 假如从人的器官 去制成所谓的 伤品或者药品 这是违法的 对不对 不可以 你拿身体做贩卖 不可以 可是如果它不是 从人的大脑 提炼出来 是合成的方式 你认为合成的方式 跟你真正的推薦激素 会很麻痹吗 也不会啊 所以它会隔了一个 这样的过程 它不是这么 直接的吸收 所以我们今天 常常强调 人的营养吸收 再强调一件事 自然 natural 要自然 要自然 可是自然 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一定要从外面 得到它 如果你从自己体内 制造推薦激素 求人不如求己 睡饱了不就好了吗 可是问题是 现在有很多人都失眠 就是因为压力大 对 睡不着 睡不着 然后你睡不着 你就更睡不着 对对对 因为你就一直算说 哎呀 我只有六个小时可以睡了 对 然后在床上 那你躺了两个小时 哎 我只有四个小时可以睡了 真错 对啊 然后最后觉得 啊 剩下两个小时 然后睡着了以后就觉得 闹钟又醒了 对 所以你每天都在 反复这个当中 那我想说 就是说如果能够让你 放松一点 对 那退黑激素 说在前期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帮忙一点 或是说 那怎么办 可以请医生开一些 镇定剂吗 还是什么吗 是啊 其实在医院里面 我们一定是开安眠药的 我们一定是开镇定剂的 但是没有一个人 心甘情愿告诉我说 老师我就乖乖 这辈子吃安眠药过日子好了 因为它有成瘾性 它有药物的成瘾性 它其实是心理 对不对 其实生理也会 是生理也会 对生理也会 药物学上有成瘾性 跟依赖性 两种不同的等级 你说成瘾性就是毒品 那你刚刚讲的好严重 我讲成瘾性 是啊 其实依赖性跟成瘾性 它的差距并不大 那成瘾性毒品发作 天哪 你不吸毒 不吃的话 它表现很可怕 可是依赖性 它包括生理跟心理 同时依赖它 所以假如今天 透过安眠药 帮助一个人入睡 他长时间来看 肝不好 肾不好 因为药物 对不对 再来就是 他对身体的依赖性 还有一个就是说 会影响到思考 这个人的思考 会变成片片断断 他可能就不像你 讲话很流利了 是不是 然后脑筋反应很快 然后他的思维 产生一种现象 有的病人吃了安眠 会产生幻觉 我听过 幻听有听过吧 对 还有幻觉 看到什么东西 其实是没有的 那这种情形 我们该怎么去放松 其实很简单 我刚刚说 我不赞成吃催液技术 是因为它的来源的问题 有一个非常古老 又很好的办法 又有养生 喝酒不就结了吗 太棒了 可是有很多人 都不说很久 有人讲说 我喝一杯好睡 然后结果回头 喝掉一瓶了 这惨了 所以喝酒的问题 不是在于它酒量高 第一 我们要选择 适当的酒精浓度 因为当你喝酒 喝下去以后 它会很快的产生 想睡的感觉 我觉得 我酒量非常好 我喝一瓶高浪 都没问题 对不对 可是高浓度的酒精 有缺点 它会让身体加速 它的排水 所以水分流失很多 很渴 你就很有这样 半夜就行了 对半夜行过来 渴到你睡不着觉 感觉在沙漠里面 爬来爬去 它非要起来喝水不渴 它就影响到 它正常的睡眠 也就是说 它的眼动期 时间变得很短 它无法一觉到天亮 所以可不可以找一个 浓度对身体影响 刚刚好 可是又刚刚放松 不是自己去选 我告诉你 这个专业的 对专业的标准 是红酒没错 可是要8.5% 是最好的酒 8.5% 很少 红酒大部分都是 很多 12% 好多 14% 我们注意看就会找到 OK 我们注意看就会找到 有12% 你说没有错 有14% 可是最适合人体 帮助睡觉放松的 对心脏又很好的 OK 而且对皮肤很好 因为红酒是紫色的葡萄 它有非常丰富的花青元素 可以防斑 可以保护心脏 还可以防癌 让情绪变得比较好 还有一个叫什么 白梨乳醇 白梨乳醇 白梨乳醇在医学上 如果高浓度的白梨乳醇 它会让病人做化疗的时候 效果变得比较好 可是我们今天不用去管这个问题 红酒只要买8% 或者8.5% 它喝下去对身体的释放 跟安眠效果非常好 而且医学界也发现 好的红酒 浓度足够的红酒 还能够降低血液里面的胆固醇 所以它功能很棒 我很鼓励大家喝酒的 我是很鼓励的 所以说其实酒跟药 因为我们当然就是说 一直在推行说 希望大家都能够吃素 那酒在素的这方面 可能它应该是属于 荤的那个方面 因为它可能会让人 就是动情 或是一些没有办法控制 但是问题是 只要睡前就是说 我们对身体好适量的 一小杯红酒 这个对身体反而是 非常好的 非常放松的 这可以让大家来选择一下 但是要记得就是8%的 8%到8.5% 然后一小杯 顺便讲一下 人的肝脏 可以负责排泄出去的酒精 是40cc纯酒精 可是大家会觉得 40cc纯酒精 那一点点 不是 40cc的纯酒精换成 各式各种不同浓度的酒 它的量都不一样 说我举例 如果是啤酒的话 每天喝1200cc到1500cc 都是安全的 如果是 酒精浓度来讲 来换成酒 不然大家搞不清楚 40cc的酒精是多少 我们这样讲等于是废话 你讲不清楚 对不对 所以如果是红酒8.5%或8% 可以喝到500cc 你看 太棒了 500cc算很多了 算很多 可是它的浓度只有8% 到8.5% 换算成酒精是40cc 我们的肝脏 每天运作都不会造成问题 OK 所以我们今天搞不清楚 那个酒 我们常说适量适量 医学界很喜欢讲两个字 就是适量 对 到底适什么量 对 适什么到底怎么个适法 所以我必须把这个剂量 跟你们说清楚 这是好事 是 所以说观众朋友 但是千万不要因为 这个吴老师这么说了以后 你就天天自己酒量 不到那边也要喝那么多 对 不用 实在不行 那我们其实就看自己了 对 因为有些人就是在喝完 一小杯 第一杯酒以后 他会特别想睡 对 可是喝第二杯的时候 开始精神又要好了 是 是 第三杯精神又要好了 所以你一定是在最好 对 最好的时候 很放松的时候 对 洗完澡的时候 对 然后很放松 然后喝一小杯酒 是 就可以刷刷 就可以睡了 对 是不是 我顺便讲一下 因为如果这个人 是两个人都喝了一点酒 两个人喝了一点酒 情绪都能放松 其实一个人常常 平常惊在那个地方 有的是话不敢讲 有的气不敢生 有的撒娇也不敢撒 是是是 会撒野 对对对 如果他喝了酒 对 两个人开始觉得 情绪很嗨的时候 是 这不就是个 做人的好机会吗 是 对啊 好多好多的好处 像以前我常常想 想跟我爸说我爱他 然后都不敢讲 不敢讲 对 然后就是有时候杀青酒 或什么 大家去喝了一点酒 是 回去就抱着我爸说 我真的好爱你 我爸说你喝酒了 但是我也觉得 可是酒后土真言呢 对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机会 让自己能够放松 没有错 然后能够释放一下 就是说 因为我们讲起来 东方人都是比较必俗一点 对 常常在父母跟子女之间 其实真的是很爱对方 没有错 不好意思说 不好意思讲 有时候真的就是等到 最后一刻的时候 好可惜 都已经来不及了 真的好可惜 对 所以说其实找一些 放松的方法 当然今天老师教我们的 就是我们不要吃药 对不对 我们靠最天然的方式 也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是 好 还有呢 就是说 我们之前也有很多人介绍 就是一名父朋友们说 可能身体不好 然后呢 他就拼命地去运动 对 然后就去 一直做一些很重量的一些运动 是 这样子可以真的 帮助我们受孕吗 运动只有一个目标 增加心肺功能 增加心肺功能的目标是什么 就增加人体的带氧量 一个人的氧气带在身上 很多的时候呢 他的红血球活性就会很强 然后运动到身体每一个细胞去 你有了氧气 可是请大家注意一件事 氧气是个非常矛盾的角色 为什么 一个人会得癌症 就是氧气害的 氧气太多了是吧 不 每一个人把氧气吸进人体的时候 我们身体需要这些氧气 对不对 可是当你氧气在呼吸以后 它对细胞所产生的冲击 一定是氧化 这个过程 我们就讲什么要抗氧化 什么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说氧化的定义两个 一个就是老化 一个就是癌症的变化 所以人有了氧气 我们是一体两面 人的大脑六分钟没有氧气 永久脑死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人的氧气太多 它可能不见得是好事 所以像高压氧 我们在临床上做治疗 也不能够随便用在很多病人身上 常常有很多人为了要回春 就是吸那个高压氧 对很危险 我再举个例子 像早产儿 如果他们出生体重不足 肺功能很差 我们给他存氧 百分之百存氧 这个孩子的命会救得回来 他会失明 他会吓掉 因为人的身体不适合 那么高的浓度的氧气 我们就是要在空气里面 闻到一些脏脏的东西 二氧化碳 有人放屁 有人抽烟 空气有污染 这个人身体比例上看起来 它才是对的 所以不是纯净的氧气是正常的 这是错的 可是在当下 到底是孩子的命重要 还是他的小眼睛重要呢 我们当然觉得 先保住他的命再说吧 对不对 所以人在呼吸氧气 是因为运动 来帮助身体的吸氧量 可是人在运动的时候 会产生过度的疲劳 所以你会觉得 腿好酸 肚子好酸 第二天特别累 摇起坐坐了50个 第二天床起来 连腰都直不起来 可是人在过度运动的时候 他会不会比较对 怀孕有帮助 没有 这还是一样非自然的 很不自然的 你身体运动过量 身体变得肌肉很疲劳 你可能起床都有困难 还能干啥 请问一下 你可能刷了牙 腰都直不起来了 第二个问题是 人在运动以后 身体产生了很多的乳酸 所以肌肉会痠痛 还会产生很多的尿酸 这句话就你们常说的 痛风 对啊 痛风就是尿酸造成的 对 所以很多人很可怜 那这个也不能出 那个也不能出 他算尿酸很高 其实如果他过度的运动 就会造成尿酸很高 所以很多青春期的小孩 跑啊 跳啊 水喝了 流失很快 他们去抽血 也可能会尿酸很高 这不是真正的高尿酸症 是假象的 是假性的 所以孕妇不需要为了身体不好 拼命去运动 我只会建议一件事情 散步就行了 散步 顶多你走快一点点 那个快点的速度是什么速度 就是上班打卡 快来不及的时候 那个感觉就好了 不用跑步 千万不要用逛街的 没错 逛街当运动 当然就不行 他会花钱 所以他只要走的时候 速度快一点点 这个时候可以达到 他身体很好的锻炼 而且人在散步的时候 他的想法就会比较放松 因为那个时候 人的体内会产生 另外一个有效的成分 叫做 脑内飞 脑内飞会让人的情绪 变得比较快乐 所以他在走路的时候 应该两个一起走吧 一个人孤孤单单 一个人走 称发小意思还蛮辛酸的 两个一块走 那个同理心又来了 别人看了都觉得 你们好恩爱 就是啊 对不对 是 就两个都要去散步 是 这就可以了 听吴老师讲会觉得 真的要怀孕 也不用那么辛苦 最重要的就是放松 好 我们再休息一下 放松一下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我们常常说呢 一人吃两人补 所以在怀孕的时候呢 妈妈到底要补什么 而且还有就是说 我们要怀孕之前 就是说计划要怀孕之前 就要开始补身体 还是说知道怀孕的那一刻 再开始补呢 是 其实我们现代人 吃的这些东西 那么多的可以调 你要怎么做准备 有的人是突然间 太好了 惊喜我中奖了 对不对 他根本无从去准备起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事情 当作是个准备的话 我觉得有不同的时代的考虑 以前只有萝卜干可以吃 只有饭 饭能吃饱就不错了 他没有任何蛋白质 所以为了要怀孕 他可以找这个机会 不用做事 还有的吃 还有人帮你打脸 那么多事情 做月子是女人最好的 休息的 名正元正的机会 现在的人 不用做特别的准备 不用 因为我每天吃的东西 没有人把自己饿死 对不对 我们现在只有体重过重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 对食物的准备 帮助怀孕 其实没有关系 你越是觉得 该去准备了什么东西 万一又没有达到 你要的目标预期的话 你不觉得 那又很挫败 假如真的有一种情况 我们需要做个准备 旌旗一直很乱的 或者月经量很少的 那我们常会说 月经要多少才就是正常 月经量的多与少 跟子宫内膜的厚度有关 跟他准备的营养有关 我今天要种一棵树 我要撒种子下去 那个土很薄 又很干 然后那个土又很穷 然后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去播种 一定没有机会 所以今天月经 如果他的时间 是一天之内 就结束的这种女生 他一开始可能很得意 他买一包卫士免用一年 我们是一个月买两包买一包 他又一包 可是他如果一天就结束了 他的子宫内膜太薄了 这时候要想办法 让他的月经量变多一些些 那西医会开什么 荷尔蒙帮他去调整 中医会用一些营养 帮助他调整 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 其实我们自己 可以帮自己调整 多吃点坚果类 不就好了吗 坚果类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 它参与细胞的修复跟再生 而且植物性蛋白质 它是我们荷尔蒙的原料之一 再来 所有的坚果类都有维他命E 对不对 我们刚刚不是讲到一个抗氧化吗 那个抗氧化的名词 维他命E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所以维他命E不但能帮助怀孕 还能帮助防老 还能帮助防癌 对 还有帮助改善过敏体质的 一举好几得 对 所以还有一点 吃坚果类的东西 它不像我们吃胆固醇食物 不良的时候 造成血管的阻塞 它会让血管变得很有弹性 所以多吃坚果类就好了 太好了 对 所以不用想那么多 对 也不要去补充什么维他命 维他命什么东西 因为你也搞不清楚 有一些是合成的 还是天然的 维他命要分辨合成或天然的 其实并不困难 真的 可是维他命E有个很大的特色 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维他命E 几乎都是胶囊状的 油状的 对不对 其实维他命E要吃粉末状的 它的吸收率才会很强 维他命E有粉末状的 油 所以一般的民众说哪有 我就看到一颗一颗鱼干油一样 对 那是油状的 其实我们人体吸收维他命E 它要成粉状的情况之下 它萃取出来的方式 我们吸收的效果才会很棒 所以维他命E有八种分类 我们一般民众搞不清楚 什么叫α 什么叫β 搞不清楚它的分类 所以如果你们吃的维他命E 它是颗粒状的 是粉末状的 是定剂状的 它的吸收率都会优于一般 我们讲的油溶性的 油状的 但是维他命E不管是粉末的 还是油寄的 它都是脂容性的 也就是说吃都会中毒 所以卫生署公布 卫生署规定 我们中国人 台湾人 是华人 我们一天只能吃12IU的维他命E 但是市面上常卖到400IU 我说才12耶 一天耶 天哪 every day 一天 可是人家那一颗就是讲的就是400 就是400了 所以吃这个等着生病吧 吃过量的维他命E会伤到肝 而且过量的维他命E可能反而会引起癌症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傻傻的别人说什么吃什么 我们就跟着去照做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些方法 比如说收看我们的节目 这很棒吧 或者是透过一些专业的建议以后 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适合不同肤色的人种 所以从国外买维他命回来吃 去吃进口的维他命 这是很冒险的 因为我们不是老白 我们是老黄 我们肤色是黄种人 所以不同的肤色需要的营养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吃这种东西 你担心你又搞不清楚的话 干脆就吃坚果好了 坚果好多喔 这真的很可怕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没事就吞一颗 而且比赛 你吃两颗我吃三颗给你看 对啊 而且我有一个业人朋友就是 他有一天 他说他一天 数一数 要吃不到两颗还是三颗 是啊 我就跟他讲说你吃太多了 因为这个是脂溶性的 对不对 脂溶性的其实 其实身体是排不掉的 会排不掉 它会累积在里面 ADEK四种 都是脂溶性 我说你维他命C你多吃一点 那无所谓嘛 可是他就说 他妈妈他们是做这种的啊 对 所以他们应该很了解 我说好像应该不是这样吧 但是我也没办法告诉他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主持这个节目 所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就知道了 所以说第一个如果说 但是维他命E来讲的话 吃素的朋友当然就不能选择了啦 因为它是属于脂溶性的嘛 脂溶性跟植物性 或者动物性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真的喔 我们说的脂溶性是指 这个维他命在人体吸收的时候 它必须在有油的成分之下 它才会吸收喔 比如说你空的肚子吃 不行没有用 我们眼睛要好耶 不要怕光 不要到晚上看不清楚 夜盲症 看着电脑眼睛一直流眼泪 这叫肝炎症对不对 皮肤好干喔 乳液怎么擦都没有用 上妆就脱妆 怎么办呢 你的维他命A 你必须在吃饱饭以后吃 它才会吸收 这叫脂溶性 如果是ADEK这四种 都是脂溶性 只要在饭后 吃了饭以后吃 所以吃素也好 吃荤也好 这个都没有关系 可是维他命E不是鱼油 鱼油是另外一个东西了 鱼油跟不一样 维他命E又不一样了 OK 又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说那就不用担心了 维他命E这种东西 是都可以吃的 那鱼油当然就是 另外一个东西 也就不能吃了 对对对 那还有就是 如果我们真的要 摄取坚果的话 对 那是要吃生的吗 生的坚果有个最大的问题 它是生的蛋白质 我们没有办法去吸收 生蛋白质里面 所含有的营养 而且反而举个例子 黄豆如果吃生的 你会说很难吃 重点不是在很难吃 黄豆在生吃的时候 它里面的成分 会破坏人体 吸收蛋白质的作用 所以如果你生吃坚果类 反而变得营养不良 我想要蛋白质 我没有吃错了 人家跟我讲说 坚果不要烤 因为有时候 直接吃生的 对他说要吃生的 吃原来的嘛 然后烤过的话就不好了 不会 我们炒过煮过 或者是我们做任何的加工以后 像家里面炒花生 是 我们吃的瓜子是烘焙过的 对 这些只要经过加热以后 熟成的蛋白质 使着坚果类 我们才会真的吸收到里面的东西 如果他吃生的下去 里面所含有那个酵素 会让原来体内蛋白质倒贴 残热 真的喔 变得更糟糕 我应该早认识吴老师的 今天还很好 谁跟我讲 他说要吃生的 好好好 去吃生的 代表你人缘很好 大家都爱你 关心你 他跟讲那么多养生的方式 所以别人给你很多的讯息 是出于关心 是是 他给你的关心 我们只是不太了解 去判断他的时候 毕竟你身边不常碰到这种 比较专业的东西 对 就不知道他这样好 还是这样好 对 而且会觉得好像烤过的 烘焙过的 会觉得好像破坏了他的 营养成分 不会 所以说我们如果吃 坚果类的话 不要吃生的 去大卖场买回来那个 你还是放在烤箱里面烤一下 对 这样吃下去又脆又好吃 又好吃 对 那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有很多朋友就说 我想生男的生女的 然后就一直吃 吃不住的东西 然后把身体变成什么碱性的 不然就把身体变成酸性的 真的是可以 就是让身体变碱性酸性 就可以生男生女 好 这个答案两个字 妄想 妄想就是 这个只是好玩而已 讲的好玩而已 安慰自己 我们生男生生女生 完全取决于 男生精子的S或者Y 对不对 但是女生的体质 调成碱或者酸 或者男生调成碱或者酸 其实都不是 为什么呢 我举个例子告诉你 每一个人的体质 都必须是碱性 我们才会好好的活着 人的血液PH值 如果是7.35到7.4 这个range 就是我们讲的弱碱性 我们身上的癌细胞 分裂速度最慢 病原体它最不敢嚣张 因为你有很强大的力量 有很好的免疫力 如果这人体质变成7.2 7.1 或者7 这个问题叫做体质的酸化 开始会生病 那我们把体质变成酸 怎么可能会怀孕 生一个女生 我们把体质调成碱 那碱也不能够超过7.4 当体质超过7.4的弱碱性 变成碱中毒 所以我们在医院里面 我们用碱滴 帮病人加药水 去调整它的碱或者酸 病人是碱中毒 我们就加酸给它 如果它酸中毒 我们就把它打碱下去 对不对 达到那个平衡 所以我们今天透过食物 去调整酸跟碱 我们的目标都弄错 我们应该每一个人 想尽办法 每一天你的体质 都是弱碱性的 这样你身上会很健康 那你要帮助它 是生男生生女生 当然现在卫生署规定 不能把男生的精子 去做分离 这是犯法的了 不行 不可以耶 不可以 现在不行了 以前就说我要生男生女 只花三千块 我们就分析它的精筹 我把Y放进去 还是S放进去 现在不可以 规定不可以 你不能去选择 你的孩子的性别 你也不能说 我两个都要 一半男半女也不行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变成 我们的生育 完全要取决于孩子的决定 而不是老爹老妈的决定 他想要当你儿子女儿 所以他变 那如果说我一次做了两三个 然后又有男有女 就一次都可以 龙梦胎 龙梦胎也可以 但是我们常常事与愿违 比如说妈妈因为不孕症 她去吃了排卵药 这是不孕症治疗 最常碰到的状态 我必须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真的是在医院 吃了排卵药 啪啦哒 一下子十个都怀孕了 十个受精的卵子 在子宫里面 我们超音波一看 十个点都在亮 代表心脏在跳 你要坏十个孩子吗 没有办法吧 没办法吧 对啊 妈妈会死吧 能不能麻烦你告诉我一下 你要留谁 不要谁 这个决定怎么办 对 好残忍啊 你又扼杀了其他的生命 对 所以你能不能够 可以用自然的方法 我怀疑两个 我怀疑三个 到正常情况 叫生一个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 用自然的方式 把心情放松 我刚讲过 放松不是用口号 睡觉啊 喝酒啊 都是办法 我提出解决的方式 然后让她自然怀孕 那如果是今天这个妈妈 她希望是生男还是生女 我觉得交给老天决定 我们由她来决定 我们生男生女 我觉得很好 因为我们常常自作聪明 我要多生儿子 多生女儿 现在自死二国了吧 男生这么多 女生这么少 我们女生好值钱 而且谢谢你 女生 女生这多贴心啊 就是嘛 样样好看 对 男生对得很可怜 因为整个人口比例 变得不正常 男生太多 女生太少 好 我们再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当然我们现在呢 常常在结婚之后呢 要怀孕之前 我们都会去做一些身体检查 那这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观念 可是我们真的如果检查出来 夫妻双方他可能会有一些 先天的遗传的这些疾病 也可能会带给小孩的话 是 证实是有的话 那这样子的夫妻 是不是应该还是要决定生小孩呢 再来优生学上来看 我们不要故意去做一件不好的事 比如说父母两个人 他们都有重度的地中海型贫血 两个都是 那你明明知道生出来的孩子 几乎百分之百 也跟他们两个一样 对不起 这个事情还是不要做 你们两个当顶客主 快乐一辈子 你看我看你的 也是可以过日子 如果这些遗传性的疾病 我们在检测的时候发现 它是轻度的 很轻微的 或者是隐性的 没关系的 好吧 你就生嘛 可是有个问题就是 我们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她的遗传疾病 我们要小心 其实我个人觉得 不管是妈妈得癌症 还是她的疾病 是来自于我们讲的白血病 或者是贫血都没有关系 最重要的一点是 这对夫妻一定要精神状态正常 这比什么都重要 什么意思呢 如果妈妈有躁郁症 她有幻想症 她有人格分裂的问题 她有暴力倾向 那你想想看 她哪天把娃娃生出来 把她当玩具丢到楼下去 就完了 都是糟糕了 所以真的是像人家讲的 精神病那种 就是精神病患这样 对 会遗传吗 有些精神病的病患 是会遗传的 有些疾病它是会遗传的 像人格分裂的精神分裂症 躁郁症 它有可能会遗传 像忧郁一般来讲不会 忧郁是因为压力 所以有一堆的人得忧郁症 它根本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如果它是躁郁 它是幻想症的 或者是它有人格分裂 那这些情形 我们比较严格的考虑 这个妈妈适不适合 或者妈妈智障 她很重度的智障 她也可能生出智障的孩子 所以爸爸跟妈妈的两个人 他们应该同时都是 不要说智商有多高 那个没关系 可是你至少要心智 你的精神状态要很正常 这种情况之下 生了孩子 他长得丑 长得不好看 都没有关系 至少他是一个正常的小孩 是 所以说其实我们常常在看 那个电视新闻的时候 有一些家庭都非常的可怜 小孩子没人照顾或怎么样 也是会有一些 比如说 就你会常常看到他们家 好像生了三个小孩 然后三个小孩都有 有一些有重度的智障 有一些有轻度的智障 那他们夫妻本身 是爸爸是正常的 但是妈妈是智障 不找的是轻度还是 可是生的小孩都有 所以其实如果当初 他们有去做这些检查的话 其实应该就是不要生比较好 其实话讲回来 如果这夫妻两个人 有人脑筋不太清楚 他也不会自己去做检查 他哪会想到 我好像不太正常 大家会觉得爸爸正常 生出来几率 至少一半一半 可是他三个都是 所以我们应该要在周边 发挥我们社会的支持力量 假如我们是他的亲人 我们是他的朋友 我们是他的邻居或者同事 我们要基于一个人道的精神 想办法让这对夫妻 可以在一起 可是不要生孩子 就像一个重度智障的孩子 我们要及早做结渣 甚至于重度智障的女生 我们会主张 把他的子宫早一点拿掉 连月经都不要有 为什么 很尴尬 他不会处理 整天被人家笑 你看你流血 那个孩子承受很多的羞辱 是他不该承受的 因为他没有能力 去处理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所以有的人会觉得 你们好残忍 把那个小女生子宫拿掉 怎么可以 我们有非常多的考虑 因为在人权的方面 他们又会有 人权另外一种说法 你凭什么 对不对 去决定他的人生 对 其实不是凭什么 你要替他考虑 很多很多的事情 他要考虑 他承受这个事情的结果 是比较快乐 还是比较痛苦 好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妈妈或者爸爸 他们的精神状态不正常的话 我们当然希望两个人都能做节制 比如说你不能要求他 再用保险套了 他再次避养药 他根本不理你 就可能只能用节渣的方式 对 这个对生育的品质 有很大的关系 对 当然对于这个社会来讲说 也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帮助 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说 就说结完婚之后呢 我们想做一些健康检查的话 我们要挂马一科 加一科 不是妇产科 不是妇产科男生不能去 除非挂泌尿科 可是泌尿科只有针对我们的下半身 所以如果要做健康检查 要针对家一科 去家一科 家一科 然后家一科会详细地询问 两边的家族史 有些医院甚至更仔细地 会设计客制化 你们家应该做哪些检查 你们家应该做哪些检查 这样会比较理想一点 但是目前来看 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 健保局的起伏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我们应该是在准备生育以前 我们先做检查 还是在婚前做检查 当然最好是在婚前 为什么 因为你要结婚了 假如你要结婚以前 你做了这些检查 剔除掉双方家庭 非常明显的那个遗传的疾病 我们会好一点 有人说 老师你这个话很差劲 我就爱到他了 他这个病虽然不治之症 我还是爱他 我愿意陪他到最后 那是你心甘情愿 那个我们没有办法去干涉他 可是如果这两个人有非常严重的 家族遗传的疾病的话 我们至少在结婚在一起的时候 要考虑下一代 我们是不是要从此 就两个人过着快乐幸福又平安的日子 而且要先知道 其实有些东西就是说 到最后会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他感觉上像晴天霹雳一样 其实早知道以后 早一点做心理准备 然后再来想想自己的心理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爱对方 因为有时候 就是检查出来以后就发现 那个人就跑了 对不对 或者他们因为他家里的压力 然后又觉得这个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早一点面对 其实是好的 没有错 对 希望大家能够早一点面对 这样的事情 那其实那 刚刚这个吴老师有讲说 我们身体的 比如说血液的这个部分 对 就是说我们知道身体是酸的 还是碱的 或者可能碱中毒之类的 是 那这个要去检查的话 这个抽血当然查得出来 可是我们不用去抽这个血液 为什么 我们身体的酸碱 可能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变化 就跟胆固醇一样 今天胆固醇很高 当然啦 你今天吃得太好了 对不对 我今天尿酸很高 你今天刻了个火锅 尿酸不高才奇怪 所以这些常态性的检查 我们不用常常去侦测它 没有关系 你只要养成很好的生活习惯 让身体当中吃的食物 变成碱性的成分 那你不用抽这个血 不用做这个检查 可是遗传基因 是一个定数的问题 你什么时候抽都一样 什么时候检查都一样 所以但是观众朋友 如果对自己的身体状况 是有疑虑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去抽血检查 抽血检查 是非常精准的方法 然后就说请检查 我要检查我的血液的酸碱值 是不是 是可以的 那如果说是在7.35到7.4 7.35到7.4 对 这个卵据非常的少 这么一点点 对 7.35到7.4 我们的血液维持这个酸碱度的时候 才是一个最正常的体质 对啊 所以说要达到这个标准也不太容易 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是 从食物的调整就能做到这件事 其实如果说不管你是要生宝宝 对不对 或是你要让你的身体健康的话 我们最基本的就是要让我们的血液 三减平衡 没有错 一直到这个一定要到7.35到7.4 对 这个中间 是 所以说这个是对每一个人的健康都是好的 非常重要 好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吴老师来到现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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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谢谢您的收看 乐活在人间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